遠雄這個個案在昨天整個在確診的人數 在增加30人 從一開始的18219 18220 所衍生出來的在這個自貿園區裡面 總共已經有100位 疫情南北連環報 指揮中心今天公布新增52名本土病例 其中最大條的莫過於桃園遠雄自貿園區的群聚感染事件 裡面相對比較多的在原來的這個雅旭 那另外新的一家是洪白 那洪白裡面有500個人 那也變出了17位 在雅旭跟洪白在的這個大樓 在這個園區裡面 它稱作是一個遠雄自貿園區裡面的一個 家旨園區 它有兩棟大樓 那人數將近有3000人 在這個家旨園區我們要求全面停工 要求全面停工 除了全面停工外 指揮中心也宣布 針對自貿園區的防疫應變作為 包括按18219 18411 同職場員工居隔至25日 同住家人以及其餘公司本國籍員工 以率採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家旨園區外其他公司員工共4500人 1月24日進行全面PCR 另外一個是在高雄港 在高雄港的部分的一個處理 昨天它又增加了15位 總共增加了15位 其中14名為高雄港區工作人員及其親友 另外一名則是指標個案男童 18155就診時的接觸者 指揮中心也特別說明 原先公布不明感染源的男大生 經過疫調後 目前已至於指標個案的父母 有足跡上的重疊 新住民也確定與港區工作人員有接觸 染疫來源相對已釐清 本土的52例新增病例中 除了自貿跟高雄港群聚 還包括吸體相關的顧客 以及衍生的學校隔案共兩位 宜蘭飯店工作人員一位 以及原山飯店確診案 18375 18375 這個案例我看 昨天下午開始就有很多的一些新聞 因為18375 她妹妹是18396 在原山飯店服務 她是一位好像是裡面的餐廳的工作人員 整體來講18375 等於就是說她覺得有症狀 然後去採檢是陽性 她馬上立刻通知她妹妹 然後也通知母親 也通知了友人 警覺性很高 第一個警覺性很高 那她一有這樣的一個症狀 她能夠快篩 然後驗出是陽性 然後也能夠及時通知她相關 親密的 或是說相關的友人有接觸者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在這段時間 不管是足跡相重疊 或者是有相關的一些症狀 都能夠即時的 能夠快篩 或是進入1922 那有助於在社區裡面 即時的發現 那也避免相關後續可能的一個傳染 所以這都是很值得鼓勵 也呼籲大家都要來這樣子做 每一個人能夠多盡一點心力 那就多能夠把這疫情控制的比較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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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